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对的态度 直接带女友见家长 不过 陈伟霆和岁两位当事人对于恋情绯闻一直保持坚默 既不否认又不承认 令外界物理看花 去年2022 12月底 余季刘大锤直播爆料称两人早已分手了 怎料 时隔一年的12月28日 某酷狗仔再次目击到陈伟霆 连续三晚回合岁相规画面 看来两人藕断丝连 据八卦摄影师透露称 当天傍晚时分 陈伟霆收工后与粉丝道别乘车离开 剑其身穿一件白色脸帽卫衣 搭浅灰色休闲裤 手上担着一件宝款羽绒服 口罩遮面 墨镜架头发上 帅气有形 坐上豪车的陈伟霆 由御用司机载着直奔某公寓室高档小区 此处正是合岁所住寓所 第二天 陈伟霆出席某商演活动 行程结束后再次返回该小区 第三天一早 狗仔终于蹲守到女主角何岁的身影 她与绯闻男友先后出门外出工作 夜晚时分 身穿卡其色羽绒服的陈伟霆 收工后戴着口罩来到一家按摩店休息放松 随后 何岁也乘车匆匆赶来进入店内会合 大约一个半钟头后 按摩服务结束 为了躲避狗仔耳目 陈伟霆先行一步从玻璃门走出 双手放至胸前 老神在在 不一会儿 何岁也紧跟男友的步伐从店内不出 见其口罩遮面 且戴着白色发姑 低头猛走 十分谨慎 上车后 何岁坐在后排与陈伟霆紧挨着 开心把家环在专职司机的一路护送下 陈伟霆 何岁抵达目的地狱所 后从地下车库乘电梯上楼 连续三晚同宿一小区 想必感情十分稳定 疑似已进展到同居试婚的阶段 相关画面曝光后 网友们评价不一 有人调侃称这算是娱乐圈破镜重圆的爱情了 也有粉丝认为女方不太配 值得一提的是 比陈伟霆小四岁的超模和岁 曾有过一段闪婚闪离的婚史 与前夫婚姻仅为戏七个月便分到扬镳 或许正是因为离异的标签 南方粉丝并不待见这位新近嫂子 不时在其评论区留言讥讽 像是去年2022 4月份 何岁深陷自导自演怀孕戏码 就遭到痛批 其实陈伟霆今年36岁 何岁也32岁了 两人都到了适婚年龄 郎才女貌的结合 十分登对且扬眼 期待开花结果的喜讯 一向低调呵护爱苗的二人 不知是否会趁着今次顺势官宣恋情呢 图片来源网络 侵权毕山 警号2023年度 创作挑战警号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